把框线部分把它画上去 所以如果今天的部分你会的话 以后画框线就非常简单 那关键的部分就是使用Range物件 OK 另外还有一个 Range物件底下有一个属性 其实算纸物件 它叫做Bolders 我们上个礼拜讲画那个C 但是只是一个储存格 如果一个范围其实到底差不多 再来的话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Excel 当成是这个资料库 那假设我今天把它当资料表 那如果未来还会有 其他学生的成绩要被登录进来的话 那当然以前我们就直接在这边输入 不过直接在这边输入会有一个缺点 你会发现如果你让人家 直接在这边输入 你会发现回来资料都会非常多的问题 你要去找到它的错误 很麻烦 所以如果你要避免错误 而且输入方便的话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表单 然后今天的重点二 就是做一个表单 那我大概demo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我如果今天希望 在启动这个工作部的时候 就跳出这个叫表单 这个表单的好处就是说 我可以怎么样让它一个萝卜一个坑 自动的帮我把该输入的资料输入到这边 姓名直接输入完就key上去 那这三个成绩实际上就是这三个啦 有没有一个萝卜一个坑 然后你说后面这几个怎么办呢 其实这几个其实应该是可以自动产生的 因为你只要有三个成绩嘛 那平均就算完了 那平均要怎么自己带过来 这个简单方法啦 要不如你就把上面的公式把它放到底下来 合格不合格的话 其实你要不就是怎么样呢 自己在写也 或者说你甚至可以呼叫之前我们写过那个制定的方权 其实可以从表单去呼叫制定函数喔 不是只能从这边呼叫OK 然后这个多重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制定函数是多重 那我呼叫它 最后我只要填完资料之后 就可以把这几个资料自动就显示 我先demo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大概这样 第一个我输入名字叫AA好了 Enter 它会换到下一个 然后输入它的分数 Enter 再Enter 反正就是Enter就对 那最后呢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要按这个新增 不过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一个文字栏位改成Enter之后的话 自动就把资料 就是自动按按钮 OK 我把资料就填上去 Enter一下看一下 诶 各位没有发现 自动的话 它就把资料填上去了 其实就是把Excel 直接拿来当资料库来使用 而且你会发现 我甚至把框线也顺便画上去了 然后呢 连字型也顺便带 原来它好像C系名籍 我自动也把它改 什么 好像微软中黑体 OK 那当然你可以再填 OK BBB 然后再填资料 所以你会发现还蛮顺手的 你就把资料填上去 Enter 又一笔了 然后就输入Enter 资料就一直往下 就可以把资料带过来 其实这种需求 我的工作上还蛮多的 只是说我们要如何利用 这个Excel里面提供的这个叫做表单 可以让我出入完之后呢 可以再把资料储存在Excel 永久储存 其实也就是把Excel的四算表 这个工作表当成是 所谓的资料 等于是资料库的资料表来用 OK 那怎么样能够做出这个东西来 这个我想也是待会儿的重点 所以待会儿我们会教各位的 一先如何把这个表单给做出来 那做这个表单会不会很复杂 其实这个表单的话 如果你要请公司帮你做的话 其实还蛮贵的 蛮花钱的 而且还蛮花时间 而且它做的不见得是你要的 OK 那我们如果可以自己设计的话 那其实就方便多了 第二个的话呢 如何怎么样 可以让我按一下按钮 它可以把它启动起来 第三个呢 就是我怎么可以把它填的资料 登录到哪里呢Excel OK 那这个步骤的话 待会儿我们足以来看 对吧 就把它关掉 这边又被启动表单 又叫出来了 这个开关的 OK 所以请各位先是